同時我們也邀請我們的高手熊 我們的觀光大使 是不是可以一起來到我們的台上 加入我們的市場 一起來介紹我們這一次呢 一心感謝高手區域觀光園的全火化表會 大家可以再一次給我們的高手熊一個掌聲 超可愛 我們觀光局的七位局長 還有我們這個拼保協會的黃金翔榮譽理事長 以及這個好幾位觀光業者的先進代表 那我們事務的團隊阿海納師傅 這個我們各區好幾個區的區公所 好幾位議員的代表 包括莉雅、紀雲中、易仲還有這個童彥真 還有哪位議員的代表 我們的觀光大使張介也在這邊 我們這個好朋友陳董事長 媒體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呢 我們韓市長呢 在競選的時候呢 就對於讓高雄成為高雄首富裡面 有個重要的軸線 就是怎麼樣發展觀光 那他在觀光裡面呢 推出的概念就是一星三線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剛剛邱局長呢 已經把這個一星三線怎麼做呢 講得相當的清楚了 我想我們觀光 過去我們高雄在發展觀光的時候 常常都是點 我們有很多很不錯沒有吸引力的點 可是怎麼把點串成線 把線串成面 這個其實呢 就需要大量的整合 而且這個整合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整合 還包括跨局處的整合 比如說觀光局跟文化局跟金發局 跟區公所民政局等等的整合 那我第一個非常感謝呢 我們這個觀光局呢 過去這一年呢 花了很多的力氣呢 把這個點串成線 今天具體的跟大家呈現 這個一星三線是要怎麼做 那明年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高雄區域觀光的元年 意思就是說 明年開始我們整個觀光的做法呢 是會用線用區域的方式來推 不是一點一個點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也非常謝謝呢 觀光業者的很多的這個意見跟協助 還有呢區公所還有議員的這些協助 我要特別在這邊利用這個機會感謝 那這個另外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呢 我們這個觀光呢 是非常友善的 對所有人都有善 所以我們事實上呢 還會呢 在1月初的時候 會推出無障礙的旅行 我們已經先選了三條 也經過這些相關的單位 通通都測試過 就是覺得這個讓呢 比如說行動比較不方便的人 不管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或是身心障礙的呢 他們也能夠勇於走出來 不要老是待在這個家裡這樣 勇於走出來呢 享受我們高雄的美好陽光 那這個整個過程中呢 從這個今年的事實上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就是11月12月開始 我們觀光局文化局 津巴局其實已經推了大量的 這個慶祝耶誕節的這個活動 包括高雄的在中央公園的追光祭 不費音樂祭 這個水舞 那麼然後馬上會有跨年的這個大晚會 在接下來就有燈會 然後我們在這個愛河 又會推出一個大型的聚精裝置藝術 等等的一連串的這樣的活動 那這些一連串的活動呢 我們明年會整合得更好更令響 然後最重要一個觀念呢 就是在這個點線面之後 就是品牌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想到高雄來玩的時候 大家想到的就是佛光山啦 或是柏爾特區啦 那是地點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些品牌出現 比如說大家一想到高雄的 東高曼石油對不對 阿海納師傅的這個老師的 這塊招牌 大家就以後呢 讓這個旅遊的深度 廣度 可以會更深一點 更廣一點 我覺得更有文化的蘊涵 我覺得那才是我們最後希望 發展的觀光的最後的目標 那我非常再次的感謝呢 我們觀光局 他過去的這個努力 以及在座所有的業者 跟我們這個師傅的同仁們 大家來一起合作努力 希望呢 明年我們的高雄區觀光園年呢 也是我們高雄這個觀光 向世界展示我們的觀光實力 生活旅遊品質實力的 開始這一年 謝謝 祝大家觀世如意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